政府很明白,持續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和相關的防疫抗疫措施 是對市民的日常生活和企業營運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 面對這麼嚴峻的挑戰,政府已經推出了超過三千億元的利民紓困措施 至於謝議員建議為所有僱主和僱員代工強積金的措施 以及再次推行現金發放計劃都是屬於較為廣泛的措施 面對有限的公共資源,反覆的疫情發展和非常困難的內外政治和經濟環境 政府必須更謹慎地控制開支,保留財政實力,以應付不時之需 隨著政府開支進入整固期,我們會將資源用得更精準 集中管控疫情,以及聚焦向受疫情重創的行業和人士 提供針對性的支援,包括撤銷非住宅物業相配重駕印花稅 以利便企業出售非住宅物業,應付因為經濟下行而出現的財政問題 又或者現金需求,也包括優化社會福利的安全網 以協助失業人士度過經濟難關 因此,權衡了各種考慮因素之後,我們現階段沒有計劃推出 謝議員剛才建議的措施 現在是一個需要的行為 您會有什麼需要的行為 今天說明,請你解釋一下 您會有什麼需要的行為 您會選擇一下 您會選擇一下